大家好,欢迎来到佳可能金融课堂 本节我们讲市场集中高潮的时间点 相信老股民都听说过五穷六绝七番三 还有就是节钱行钱 其实这些类似英语 而英语是古代劳动移民智慧的结晶 同样股市英语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有根据的 而对于这些其实就是财务报表时间窗口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股价以来的上证指数 在五月五穷六绝七番三 七月的时候 中报时间窗口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七月 每一次都出现上涨 还有年报时间窗口 我们都可以看 一月的时候 原理很简单 因为股市炒作的就是预期 当市场最大的预期 上市公司公布业绩的时候 很显然 市场之间是不可能错过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市场财务报表时间窗口 上市公司的业绩是按季度公布的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四个报表时间窗口 年报 一季报 半年报 与三季报 每一个报表所对应的时间 年报 从一月 到四月 四个月时间 而年报的时间窗口 与一季报的时间窗口 刚好叠加 叠加在四月份的时候 而年报跟一季报结束后 那么中间刚好隔着五月 六月 到了七月 半年报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会是 五穷六绝七分身 因为在年报 一季报炒作的时候 资金已经赚了一笔 那么需要休息一下了 所以五月份的交易量 就会萎缩 六月份 极度萎缩 天量天价 低量低价 所以七月就反弹起来了 而三季报 同样 是十月 而年报 刚好与我们过年的时间 向叠加 那么很显然 年前行情 或者节后行情 就是由年报引发的 在这四个季报 窗口中 年报跟一季报 因为叠加 换言之 这就是上市公司的 最大炒作时间窗口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时间 四个时间窗口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从一月 这里 一月 到四月 这个位置 五月回调 七月起来 同样是一月开始 行情 四月五月回调 同样一月 我们可以看到 而个股操作的时间 七月八月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七十点 当三季报 十月公布结束后 所以这里就回调了 到一月 二月 又开始了 都是一波一波的往上涨 我们看这里 也是一样的 中报时间 这个区域 炒作 随后 年报时间窗口 从这里 十二月 到四月 我们就可以看 两次机会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里一月 起来 五月 回调可以看到 而在这里 年报跟 一季报叠加的时候 最大的时间窗口 中报时间窗口 这种都是机会点 而四个报表时间窗口 主要炒作什么呢 第一 就是业绩预争 第二 就是高宋转 换言之 在炒作时间窗口时 那么 不管是短线 还是中线 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 业绩预争 而短线 可能更多考虑的是 高宋转 特别是喜欢炒作次行股 其实 那么你必须要找高宋转的 因此 对于高宋转 咱们需要重点 关注的是次行股 理论上 资本供基金大于 两月 每十股可以转送十股 因此咱们在找高宋转 潜力的时候 首先要看资本供基金 其次是流通盘 流通盘不能太大 比如说股本有1亿 与股本有10亿 那么很显然 股本有1亿的高宋转 潜力比较大 其实股价 需要稍微高一点 因为只有股价高 才有摊薄的预期 比如说你股价是10元 那么高宋转 潜力就不如股价是50元了 所以为什么说是次行股 高宋转潜力比较大 刚上市股价比较高 经过前期的炒作 其实股本比较少 如果资本供基金符合条件 那么高宋转的潜力是很大的 而高宋转的炒作是有预告的 业绩预告也是有的 在发布财务报表时间 都会发布预告 然后才会发布正式的报告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 高宋转过了 高宋转后股价 那么就变少了 所以这里就回补缺口 填全了 那么我们把股价付全 来看一下就懂了 从这里 年报时间窗口 1月2月 10块钱左右 到最高价29块左右 将近三倍的涨幅 这就是高宋转的魅力 同样这种也是一样的 先炒作一波起来 在这里高宋转 现在是中报时间窗口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未来当股价涨回 高宋转时的股价价格 那么就是走 田圈行情 如果未来没有涨回去 短期 那么就叫做贴权行情 所以这两天就出现了涨停板 我们付全就可以看到 在高宋转之前 我们切换成30分钟 你就可以看到 高宋转的炒作是很恐怖的 而对于业绩的炒作 咱们需要重点注意 集体活动一个不能少 所谓集体活动 就是同一板块 或者概念 集体出现业绩预争 你想象板块 概念到集体出现业绩预争 那么一线油脂 短线之间 能不参与炒作吗 这是年报纸炒作 医药板块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恐怖 这里是当时医药板块的 另外一支股票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涨停 翻倍 初期 先来三五个涨停 接着涨 很恐怖的 而这是当时医药板块的 另外一支股票 更加恐怖 而这种 即使不是什么热点 只要跟高宋转 沾边的次行股 其实 它也翻倍了 从这里 上来 即使从这个区域上来 也翻倍了 因此 对于上市公司 集体高潮的时间参考 咱们一定要记住 两个主题 一个是业绩 一个是高宋转 如果不熟悉了 那么你就去复盘 目前刚好是 中报时间参考 好了 本节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 下集